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老邪 作为一个磁剩国产影视剑 很多年的男人 老邪表示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那种 不仅浮化到尴尬的男人 剧本更是漏漏百出的剧了 所以没错 今天老邪给大家来的 就是女主全程在坐牢 看完那就立刻降致 悬疑全靠瞎编的国产民国悬疑剧 请刺猬一双翅吧 影片开始在个游轮上 我说男配倒霉哥 在那跟人打牌 结果说的裤子都要没了 这个小偷跟他就说 你这戒指不少钱 接着玩一玩嘛 女主一看立刻赶了过来 她话不说就要参与打牌 还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当作赌注 画面一转 原本在旁边装模作样的路人 突然都瞬移了过来 开始吹彩虹气 在介绍中才知道 女主基林姐是法国名校毕业 有数学和建筑双学位 后打牌她迎走了小偷哥的戒指 可以看到在那一瞬间 刚才这轮甲 全部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继续装模作样 真的这年头不会个瞬意 连龙套都没资格跑了 赢了钱之后 基林姐就很生气 说倒霉哥 怎么可以把订婚戒指当赌注 倒霉哥一看 我靠 拿戒指当赌注的 只有你好不好 等到下船的时候 为了报复女主基林姐 那个小偷哥就把女公爵的项链 塞进了女主的包里 导致她被我们男主眼线哥抓获 倒霉哥就说 我是她的未婚男友 我保证她没有偷东西 眼线哥一听 啥 你是同伙 一起带走 基林姐一听就说 这小偷哥全城里的女公爵 而且跟我有仇 结果这样 这俩人就被带回了警局 男主非说基林姐有重大嫌疑 谁知道这女主的父亲 竟然是警察局局长 眼线哥一听 啥 女主是清白的 放了 到了晚上 他爹就反对他跟倒霉哥结婚 基林姐不开心打就跑了 跑了一会儿心想 哎 剧情需要 差不多就得了 然后回去一看 他爹果然死了 基林姐自然也被打云陷害 成为了杀鸡凶手 接下来比较魔幻的剧情就来了 男主眼线哥突然觉得 女主可能是被冤枉的 所以他就半夜来到案发现场调查 结果在花盆下发现了一个脚印 他立刻找到新局长说 这个凶手细思细腻 在案发后详细处理过现场 然而白秘书 漏掉了这个花盆底下的脚印 当时一看到这个剧情 到底怎么处理现场 才可以在花盆底下留下脚印 凶手看到脚印后拿花盆盖上吗 还说什么细思细腻 竟然就是绝死沙雕 与死同时在另一边 为了救自己的师父 小偷哥就答应做伪证 说那个脚印其实是自己留下的 至于原因就是单纯的想报复女主 顺便去偷了点东西 但是没有时间处理脚印 就选择她用花盆盖住 真的你没时间搅拷了一下 就有时间找个花盆来盖住 强行合理作为致命 如果你以为自己够侮辱智商了 那你就错了 要说吧 在一个凶杀人现场 有女主和小偷两个人 小偷来报复 女主被打晕 怎么看着小偷都更有嫌疑吧 但是法官也听 啥 你说你只是偷东西没有杀人 还坐着那女主有罪 那她娘的简直就是个圣人 举报有功 偷东西供果相抵 放了 就这样女主娃被当场判了死刑 我的人妈是法克 真的我是看帅了 你这根本不是悬疑剧 这次娘的明明就是玄幻剧 画面一转到了监狱 我们不用管为什么在监狱里 这些人全都发型时尚 装用金字 也不用管为啥 他们都穿那小黄人的备带裤 你只要知道 这个人是女主老爸的仇人 给她感受一下 在这种浮夸的音波攻击下 女主机灵剪刀也不机灵了 三天了头靠挨打冲击 她男朋友倒霉哥知道后 就选择了拿枪去威胁法官 结果被当场逮捕 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个操作 就已经很烧了 那你就错了 倒霉哥她老爸倒霉爹知道后 为了让她这点记性 就关了她几天然后才救她 这就导致倒霉哥换了肺结核 考虑到这种民国时期 而这些人跟倒霉哥见面都没有防护 所以倒霉哥基本上是要死全家的 你就说她倒霉不倒霉吧 后面男主就想办法救女主 而男主的妹妹就写了一篇文章 详细描述了女主与倒霉哥的爱情故事 给她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当时一看到这个特效 我都不禁怀疑 其实你们就是任号名义软清甜吧 要不然更不法解释这个神奇特效 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还纷纷上级要求重新审理 可以看到这些人举着横幅 上面赫然写着 驱逐外贼还我中华 我的人妈是法克 真的看到这里我情不知间的笑了 还驱逐外贼还我中华 当然你找一个合适的横幅就这么难吗 尤其是到了后面 明明啥都不记得 眼看快要被枪毙 精灵姐灵激动 说自己想起那个凶手了 你他妈的鬼才啊 不仅如此 他还说什么 凶手身高一米八八 其中八十千个常年恋武 就这样难度顺利找到了凶手 看到这里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看过哪部剧 能够像看这部剧一样 时时刻刻都感到 有人在往我的脑子里泼粪 结果小偷哥的师父为了救他 飞升挡下了子弹 然后临死前在他手上写下了一个王子 小偷哥一看 我靠空一级 你还知道王子有几种邪法呀 在临行刑这天 女主长钻进了下水道 就是监狱长的女儿 监狱长一看 那行吧 暂停死刑 旁边的哈哈姐一听就说 他故意救你女儿的 监狱长一看 那行吧 继续死刑 看到这里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编剧的你把我的智商锁得死死的 反正吧 这部剧目前放了三十斤 女主长还在监狱里待着 这下你也能理解 为啥他想一双翅膀了吧 至于女主呢 他凭借着自己的高智商 用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精密计算 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那就是下水道是通往外面的 我那是妈这法克 真的 下水道不通往外面 难道是循环利用的 妈都通往直接洗澡吗 你还敢跟扯点吗 总之到目前为止 女主终于逃了出去 但是跟进预告又被抓了回去 反正我估计他是要老底坐船了 看到这里 我就没有往下看了 因为作为一个 自问内心已经足够强大的人 看到这个漏洞百出的悬疑剧情 我实在是接受无能了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赶紧有种方法 评论点赞 推荐的收藏 鼓励三年 来安慰老鞋 当然喜欢也不要忘记点关注 更多问题 在做一些搞笑头上 都带老鞋说定 我是老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